郵差這份工作是神聖的 是有意義的 所以他心中決定他不出職了 所以他就堅持了做下去 到55歲那一年 他總共做了聯繫25年 從來都是沒有請假 都是前寢的 所以在1963年得到日本天皇的召見 因為他認定他是一個可敬之人 所以來頒獎他 來加免他 可見工作不是沒有貴賤的 他都有他的意義存在 只是我們有沒有體會他當中的真正的含力而已 就像有一家公司在中午休息的時候 電話響了 這一個服務的小妹她在午休 她就跟對方說 這個時候是午休 請你半個小時之後再打來 結果過了10分鐘 這個國際電話又來了 她說有急事要找老闆 但這個小姐很生氣說 在10分鐘之後你再打來吧 現在在午休啊 結果這種電話沒有再來 因為這個小姐她接電話的這個反應 就讓這個公司審視了一筆非常大的這個國際生意 可見 不管我們所處的這個崗位是高或是低 他所面臨的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影響也是非常的深連的 所以遇到事情 如果是推諉的話 是沒有功可以建立的 如果偷懷甚至國際的話 只要沒有一件事情可以完成的 那亂堆責任呢 那會辜負眾人的這個期望 第七詩就是疑詩問 就是有疑問的話 自己不了解要反省 要能不此下問啊 因為沒有疑就是能明啊 有一個老人他整理花園 結果他的斧頭不見了 他看到隔壁一個年輕人 他一直看他 這個年輕人被老人家一看 看了之後他就一直低頭啊 這個老人懷疑說 他的斧頭一定是這個年輕人脫的 怎麼看呢 越看越像一個劫啊 結果過幾天之後 他在整理花園 發現斧頭在花園草 這個那個花蟲裡面啊 這個時候感覺自己是誤會到 隔壁這個年輕人啊 這個時候他在看這個年輕人 走看又看上看下看啊 都不像一個劫啊 可見有疑問就是要問 不然的話就會產生誤會 在倫理八一篇第三內 第十五章 子龍日太廟美事問啊 就是孔老夫子 查理太廟的祭祀 每一件事情 他感覺說 有一些跟他所隨的這個禮 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他都 每一件事情都問得很清楚啊 那別人看的時候 就講話了 後夜啊 所謂周仁之子之旅夫 就是孔老夫子的父親 是周仪的代夫 石良和 他的孩子真的是 他不是向人所說的 他知道禮嗎 怎麼 日太廟美事問啊 進入這個太廟啊 不管大事小事都問啊 孔老夫子聽到這個話之後 是禮也啊 因為既然跟他所隨的 有一些差異啊 所以問了 就是要讓這個禮 是更明白更清楚的 所以不懂的地方 不清楚的地方 有疑問的地方 一定要問清楚 問明白 那才是真正的合乎禮啊 就像說 孔老夫子在《倫理為政二》 第十一章當中 來在跟他的隨身 宗友講的一樣的 子曰 有 為辱知知乎 知知為知知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他說 宗友 我教你的這些道理 你如果真的懂的話 就說懂 不懂的話 就說不懂 因為不懂了 才會再去追求啊 才會讓自己真正的明瞭啊 這才是真正是有智慧的 就像我們世政老大人 他所慈悲的 心以賢慰啊 自成然有 就是心中有懷疑 這樣我們表現在外 外在的話 就是因為有 就是不真實 這樣你說你有自成 那是很困難的 心以鑽錢呢 任而難信 一個人心中有疑惑 而且又鑽錢啊 這樣縱然你是給人家 但是沒有辦法 對他有真正的相信的 心以緩惑啊 優柔寡斷 一個人心中懷疑 緩緩惑的話 他對事情的決定 是很困難的 心以神病啊 動彈難定 就心中有懷疑 心神有問題了 那他心會七上八下的 沒有辦法去決定事情 心以為希亞 施捨然多 一個人如果心中 畏激懷疑的話 那要施捨就很困難了 心以猶豫 終止然前 一個人心中有懷疑的話 那因為有懷疑 而然他前進了腳步 就很困難 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對人士如果不清辭 叫做疑 那有疑的話一定要問 修道一定要明理 不明理怎麼去修道呢 所以修道的方法 在於就是有疑必分啊 可是世界上人都 人會問是羞恥的 因為這樣沒有問啊 所以就越來越迷惑 越來越懷疑 越來越懷疑 越迷惑之後 那自然而然就離到 越來越遠了 第八書就是混詩欄 就是告訴我們說 不要心灶 因為心灶就容易生氣 那生氣的時候 真的是要能 還醒自己 是不是能忍忍 能喜福啊 一個商人 他出外做生意 要回家的時候 他說 既然要過年了 要回家了 要買一個禮物回家 在街上逛了之後 看到一個人在賣 智慧結宜啊 他說這個很特別 他就跟他買了 買了這個智慧結宜呢 裡面寫著 向前三步想一想 退後三步想一想 春心起食細思涼 席下怒火最吉祥 就是說 如果碰上事情 就是要能想一想 才不會發生這個禍害啊 因為生氣對人是很不好的 他回到家裡 門打開門之後 他的太太已經睡覺了 可是在床前就有一雙 平常沒有看到的血啊 他心中很生氣 他懷疑太太 他就衝到廚房裡拿了菜刀啊 可是想到說 今天花了十斤 滿了這個智慧的結宜啊 就在那裡 想著說 向前三步想一想 退後三步想一想 春心起食細思涼 席下怒火最吉祥 這座當中呢 吵醒了他太太 問清楚說 原來他妹妹來到這裡過夜啊 所以才有這一雙血史 他心中感到很震撼 如果今天沒有這個智慧的結宜的話 那不知道會惹下什麼樣的災難 那不知道會惹下什麼樣的災難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 這個九十的第八詩 以上謝謝各位